那我發現呢 當大家一起在做的時候 你就會很有動力了 因為呢 一個人可以走很快 但一群人可以怎樣 走很久很遠 今天我想跟大家聊聊呢 如何養成一個很好的習慣 那首先我們常常聽到呢 21天可以養成一個很好的習慣嘛 所以呢 只要一個行為呢 你願意認真的做21天的話呢 通常呢 它就會變成一個習慣 那最近呢 我發現一個非常非常好用的方法 而且是每個人用了以後呢 因為呢 最近我的學員們呢 不約而同呢 成立了很多不同的社團 如果可以的話 我都去參與 那你既然參與了 你就要怎樣 就要認真執行 所以我第一個參與的社團 叫做 其實我不是一個早起的人 因為你知道 人有分為 那呢 我屬於一般人 就是說 可能不會太早起來 我本來以為要5、6點起來 但是呢 社長跟我說 他說 其實每個人早起的定義不一樣 所以後來呢 我對我早起的定義就是 而且因為為了要 早起打卡 然後分享 我已經起床囉 所以呢 我真的坐滿了21天 那呢 我發現呢 真的很好 而第一點就是 我早睡了 我發現我平均呢 比過去呢 早睡1到1.5個小時 然後第二個是呢 我真的就是 在8點50分的時候 會自動彈跳 那我就發現 那有些人說 蛤 那早起的時候 我都趕著要去上班啊 那這樣子 會不會還要發文 沒關係 你可以千千打好 然後最好呢 你21天可以想到的主題 像我的主題就是 21天介紹我21個朋友 那有些人就是介紹21首歌 所以有了主題 你就更想要把21天做完 那我問過很多 做完21天的人 目前都持續的著氣 第二個呢 是我參加的另外一個社團 就是呢 我學員成立的 運動社團 它鼓勵每個人 每天都要運動 那我們怎麼樣 來證明我們每天都有運動呢 就是呢 你在運動的過程中 要縮時攝影 那呢 一開始呢 我有點抗拒 因為我想說 每天要運動 後來呢 我看看他們呢 其實也還蠻簡單的 譬如說 有些人可能就做 做福利挺身 兩臥起座 抬抬腿 打打八段級 或是有些人可能做一些健身器材 很快的呢 半個小時都過去了 那因為你要縮時攝影嘛 所以呢 你就會覺得說 這件事情是一個必要完成 而且不能影響團隊的事情 那我發現呢 當大家一起在做的時候 你就會很有動力 所以我常常開玩笑說 為什麼理財要一群人 做運動要一群人 因為呢 一個人可以走很快 但一群人可以怎樣 走很久很遠 但我這邊也要鼓勵大家 然後當你心裡還沒做好一個準備 某些社團你還沒有辦法 真的決定要不要參與的時候呢 沒關係 那你不用給自己那麼大的壓力 你可以先按拒絕 對 我覺得這樣子壓力會比較不大 那因為我們有個群組 我都會 每三天呢 我就會固定 丟出個小資常常問的問題 然後錄音做回答 當你有一群 正在理財的朋友的時候 你就會 提醒自己呢 就無時不刻 要有個正確的理財觀念 然後當你在怠惰的時候呢 有人說 啊我景氣循環賺了多少錢 然後或是 啊我今天念了多少書啊 你就會有特別有動力 很多人會問說 Jimmy你為什麼可以擁有財富 因為我就在一群 大家都很認真理財投資的人身邊 不前進也很難有沒有 那最後的也要提醒大家 在這21天的過程中呢 你要不斷的覺察自己呢 心裡有什麼樣的念頭 因為那21天呢 可能是你一輩子的縮小板 有時候過程中 你或許想要放棄 或是你想要偷懶 可是呢 你會發現說 當你頭過身就過了有沒有 忍一下就過了 那你就發現人生其實也有很多事情 就是當你遇到挫折跟壓力 或是像現在有疫情的時候呢 你只要稍微忍耐一下 或是稍微努力一下呢 其實那些挫折呢 有一天都會過 美好都會來 掃描酷拉扣 不要錯過精彩內容 按讚分享訂閱瘋傳媒 小鈴鐺開起來 一起來跟瘋 開起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 谢谢大家